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郑总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提题目 这个题目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最主要是讲真信 这个信有假有真的 深信 你又真信 事实不退是讲真愿 你有切愿 就是你要有利行 有利行你才懂得去努力修行 念佛才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念佛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够分享 把你们的心想出来 我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啊 对不对 我念佛要求福报 我要念佛要求平安 我今天念佛我要求发财 很多人这样有想法 所以首先必须要把目标 搞清楚搞明白 你就念佛就容易精进 不容易懈怠 这个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 好像前两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问师父 我为什么念佛进得退得多呢 我说很正常啊 不但你自己有这种的现象 师父也是也有啊 有时候我们会退步的 那你们今天也是如此啊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的现象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懒散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退步 都有这种的现象 很正常 不用挤 你看释迦牟尼佛 你看阿弥陀佛 法藏比丘 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是经过很多磨难 很多错误者 但是他的心只有一个 我要怎么样的帮助众生 帮助死方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因为他的这个志向 才有今天西方极端的世界 才会有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后 功德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个志向 让他勇猛尽尽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 释迦牟尼佛经过很多的磨难 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会有今天事件在印度成佛 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你看我们净土中的 这些祖师大德也是一样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难 才有今天的成为我们的祖师大德 所以我们不用退心 没关系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 本来就是这个样的嘛 没有一个好的善自私 没有一个统参道友 没有一个好环境 让我们一起能够互相鼓励 互相努力 互相修行 互相敬敬自己 互相提醒自己 很正常 很正常 但是关键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如何这个环境 我的目标就是要了生死 所以我们反复为什么每天要念佛 每天要读经 每天要听经 没有别的 你看五量寿经 在第37品部 这讲得很清楚 你在这个环境 修行一天同就超过五量寿国为三百岁 一百年 所以这个环境不容易修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键 就是要事实不退 你要真愿 你要窃愿 有窃愿 你才能够立行 有立行 才能够懂得去修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会同学大德 人生无常啊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净土 无比殊胜的法门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五量节以来 我们所修学的福报 上根福德已经很深厚 所以这一生又遇到了 那这一生遇到我们怎么样 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失去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很苦的 连我自己这么年轻 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了解 这个道理吧 你看哪一个世间 在这个世上 真正是 属于是我们的是哪一个 没有的 不要说外面的身外之物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 都也不是我们的 你在执着什么 故意执着什么 在放下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懂得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你把这个目标搞清楚 你就懂得去努力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 只是在修福报 修福德 增加的福德 消业障 消除一些 我们这个所讲的忏悔业障这些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没什么特色 这个法门没什么特色 因为你要修这样的福报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们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那了生事 用什么方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事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 先跟大家分享 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 看大家的能力 看大家的上本 说实在 今天 真正要 教导众生 要生事不容易了 真的很难 像前几天 我为一个护法 我为他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师父啊 西方极乐世界 固然是好 但是我这个环境也不错啊 儿女孝顺啊 太太又这么好 哎呀 舍不得啊 你看 你看 所以很难啊 现在真的很难 我来玩的 感谢观看